电视剧 美妙的奇遇 美妙的情缘 浓情暑期 甜蜜来袭 高天呢 是我的男闺蜜 大小 舒娜姐呢 到最后呢 成为了我的婆婆 分享奋斗路上的轻松记忆 看过新疏乾隆的人 看到我 每一个人都叫我一声 春夕 我们不好想你 让那个 让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男闺蜜之招 解决情感问题 那样才能让她更喜欢我呢 我觉得你平时跟我们在一起 那种二的状态不要让她看着 有四个在追我 比我还多一个 有问必答 爆出片场趣事 有的时候都拍戏到现场了 鞋穿的不是同样的鞋 它可以各式各样的碎姿 一个脚在下面 一个脚在后面 更多精彩 马上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春天和小的秋天 原班人马打造的 清喜剧 美麦的奇遇 和美麦的情缘 在这个暑期呢 就甜蜜来袭了 今天呢 各位主演 做客影视俱乐部 掌声欢迎各位 女儿最近是 频频做客 我们的这个影视俱乐部啊 欢迎起地 敲远家那个雷之地啊 在我那个音响当中 还没有回去啊 马上就华丽转身 变成一个谭妙妙啊 上两个星期吧 对啊 刚刚来过 我就坐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我说 过了几天我又要来 然后就来了 就是姜淑娜还有高天 在集中和你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关系 和情节 首先我在剧里面 饰演的是 也是跟小剧一样 从湖南到深圳 打工的一个女孩 那淑娜姐呢 到最后呢 成为了我的婆婆 那个高天呢 是我的男闺蜜 大小 和老乡 一起从湖南到深圳 去打工 对 但是我知道淑娜 在上部期当中 好像也是演婆婆是吧 对 我跟颖儿 这算是第二部的 第二部的合作了 基本上是 关系是一样的 嗯 是婆媳嘛 可是呢 故事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这婆婆姐 太年轻 太漂亮了 真的是这样啊 颖儿会觉得这婆婆 在剧中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在小剧里面呢 我的人生是这样的 就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一步 是阶梯似的变化 这部戏呢 竹娜姐因为一开始把我当成那个首富 呃 船王的女儿嘛 就对我特别的好 然后呢 就到这儿 就突然一下就直线上升 突然当她知道我不是船王的女儿以后 她的态度就一百八十度的大小便就啪就下来了 滴到谷底了 滴到谷底了 然后呢 就慢慢一点一点一点又往上爬 然后最后到了杏子 哦 好 我们看看这次尹儿在我们这部戏当中的一个 呃 不同的一个造型 来 请看 我记得《饺子春天》来做宣传的时候呢 大家就说啊 说材志平呢 很想把这个尹儿打造成一个内地的山菜啊 我觉得好像造型仍旧在延续那样的一个风格 对 它跟山菜的可能性格上就是草根嘛 会比较相似 嗯 然后又是属于打不垮的那种精神 是有这样的感觉的 嗯 所以基本上把打不垮的呃 打不垮的山菜 基本上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 对 然后那其实这部戏呢 跟那个《小菊的春天秋天》里面呢 造型会稍微地加 加了一点时尚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比较洋气一点 你比如说戴头巾啊 因为我是面包店 你在面包店打工嘛 嗯 那就会加一点糖 装饰 看那个《小菊》的时候吧 那个脸还有点小婴儿肥啊 我觉得到了这谭妙妙的时候呢 就人对那好销售啊 整个就是 有线条了 有线条了 小女生长大了 我老了 然后 没有没有 就长大了 就长大了 你这句话 你不理会说 对不起 这个是最近 最近的 最近的吗 对 怎么反而那一张看起来更小了 为什么 光的问题 光的问题 好 那其实 其实我真的蛮喜欢小菊 她刚出到那个 对 她那个 我只能讲 她有点傻妞傻妞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然后又 我这样形容她好了 就是 她走一走 她可能就会跌倒 然后 她常常就是 我会发现说 你那个手怎么搞的 怎么 一轻一块 这边一块 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撞到的 我不知道 就是她 我自己有调皮了 我自己的 她就是那种 她自己受伤 她都不知道 对 然后被蚊子咬的 然后她整个 我说 我说你怎么搞的 你这个腿 怎么被蚊子咬成这样子 像那个 都咬烂了 对 然后她自己没感觉 我觉得她是属于那种 很出线条 她完全不女生的那种 可是你看她样子 很女生 对啊 很文气 她很不女生 基本上 那我觉得这么一说 可能更偏雷迹地一点 是吧 是 来 高天呢 高天觉得影儿 在这三种女生当中 更偏哪一种 我当然是更喜欢妙妙了 因为我跟妙妙 一起生活了三个月 但是刚才舒娜姐说 说对 影儿确实是出现条人 但是她也有很细心的地方 比如说给我们每一个男演员 都送一个电扇 真的 送一些小开心的东西 还是很让人温暖的 很很体贴的 那舒娜会觉得影儿 这次饰演的这个妙妙 这个女孩子跟以前那个小局 最大不同在于哪里 我发现影儿真的是让我真的是 三年以后眼睛一亮 我真的觉得 哇 这个小女生怎么变化这么大 你不要看她的外表 你就觉得她的最大的变化在于哪里 她的外表没变 可是她的内心跟她的演技 哇 那个真的是 让我觉得是 舒娜姐你的意思就是 她第一部演的不许 你刚才出色了 我可没这么说 六岁 因为那个小局春天 好像是影儿的地步戏 地地步戏地步戏 对 有点青色 有点青色 非常青色 而且她会很害羞 然后这一次美妙其遇 在碰头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 现在已经是老师级了 这演技会成功了 应该叫影儿老师了 舒娜姐 舒娜老师 顶的老师 顶的老师 你都想的是你 给我混沌 搭放地 捡我翅膀 欺负的意思 当我 你会不会觉得妈妈 今天怎么丢你 妈 现在我们一家人 还有天后快餐呢 所以啊 我们一家人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你真是个乖孩子 我们来看看下一幅照片是谁 请期待 转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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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娜看到这个第一张照片 会不会觉得特别特别亲切啊 谁没有轻松年少的时光 对 谁没有年轻过 您说是吧 我现在又又很年轻啊 我觉得 当年的我那时候 那时候真的很小啊 那时候多大 演春喜的时候 大概 大概二十 不到二十岁啊 不到二十岁啊 对 对 万岁爷 就算有天大的事 您不累不做不喝 您是爷 您是主子 您是天下万民所尽 您不吃不喝 只是气 只是怒 无产们看着眼里 移在心里 都不知如何是好 那万岁爷 春喜这么多年 你还好吗 春喜过得很好 很好 你们好吗 很好 不过说真的哦 自从《西说乾隆》播完之后 拍完之后 我一直都在台湾工作 因为很多的工作 就是都没有 没有那个机会 也没有那个时间过来 那就是隔了那么长一段时间 我又再度地回来拍戏 真的 我真的觉得 真的好像 就好像回家的感觉 尤其是早期看过 《西说乾隆》的人 看到我 每一个人都叫我一声 春喜 我们都好想你哦 你知道那个 那个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你知道吗 就会觉得说 特别 那种心特别酸 你就觉得说 这么久了 你们都没有忘记我 然后还惦记着我 所以 我真的觉得 我应该要多多来 拍戏 来拍戏 真的 跟大家再贴近一些 我不知道影儿和高丁 有没有看过这个《西说乾隆》 我看过 你看过 我看过 你生日了吗 你是几岁 我真的看过 你真的看过啊 我真的看过啊 你不得二十岁吗 这女孩 我歌都会哼的 是吗 你这样给你们 我给你们俩歌词 你们看一下 来两句 然后我们再听原版的 好不好 预备 开始 山川在不动太多悲哀 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 神话最爱像蜂蜂摇摆 荒沙最爱将生生涯埋 一时的同名情愿呼呼 一时的遭遇 将谁诉说 好 特别 这首歌 原版的好不好 好 好 山沉在不动太多悲哀 鲜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 春花季爱像风中摇摆 荒沙心爱将痴和怨言 一生的从心情愿呼吐 一生的在乡笑睡宿 爱到不能爱 直到走失散 梦花过着你房门 海水又不甘 天夜望不穿 红山一笑和你共拍拖 我们下期再来看一首 苏娜带来的歌曲 我想问一下 你是从什么时候 还开始就在 转在内地拍戏的 从那一面开始 其实我在内地 除了西桌情侣之外 我还跟张卫健 拍了欢喜游龙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 没有太多 就一两部 你看现在一个小局 包括这个美妙这个系列 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 有没有打算就是说 我们你就可以在内地 可以长期来做一样 这样的一个工作 只要有人有好的剧本 我都不会拒绝的 其实我觉得演员 本来就是要找到好剧本 好去争取的 对 去希望能够演到 那样的角色 好 那我们就给 苏娜一点掌声 希望他能够经常演出好戏 来准备做歌好不好 谢谢 好 我们再来看照片 是谁的 请看 这边是在大国一当中 高天饰演的石砖头 是一个反派 对 当时也在我们 俱乐部录过下 对 来 这次我觉得希望的性格 已经是完全是 被颠覆了 对 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能够来到这个剧组 也是通过跟柴姐 柴志平老师的一个 细心地去聊角色 聊人物 她认为我对这个人物 对这个角色有 跟其他演员不一样的 这种诠释 她说那就来演演看吧 希望你的诠释 能够带到银屏上 能感染每一位观众 好咸啊 这饭做得是有点咸 可这附近呢 就这一家买卖的 我想到了 想到什么呀 我们 可以卖快餐啊 这次特别是跟影啊 这首戏啊 是一个男闺蜜啊 生活当中 有没有人把你当个男闺蜜 也有 因为我生活中 很多朋友 我希望用我的心 去温暖大家 我希望我的朋友 那那个影儿在生活当中 能继续有男闺蜜吗 我好多男闺蜜 真的啊 我把你当做 我灵气地了吗 我觉得我生活用 就跟我拍戏的也好 什么样也好 要不就把我当男的 要不就把我当女闺蜜的那种 如果在剧组当中 有了什么事情 会不像 婆婆也是 女闺蜜来说一下 有吗 有吗 当然有 而且还很私 很私 我现在不能 不能说 不能在这个 我们进场来说是吧 我现在想说 除非你 不能说的 真的 我们有不能说的秘密 真的 那说那 就在你们那个时候 会不会 比如说有比较好的 就是男性的朋友 之后 大家会误解 就在以前 在早期啊 那种二十年前 那种玉女 就很在 很在意人家说 哎呦 你旁边那个男闺蜜啊 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 怕被人家讲 像我们都还好 我们算是实力派的 实力派的啊 不太在 可能生活当中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只要是有这种 能够真正能够交流的 交心的 可能真的很重要啊 尤其是艺人啊 就是演艺圈的朋友 就是你很难去跟人家讲 你很怕别人去传出去 你你心里面的话 那像他心里面的话 他会告诉我 那他也知道 我不会讲出去 但是他没想到 我今天会出卖他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 男生的想法 特别是在做决动的时候 他跟女人的那种 不一样 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往往能够做出 更多的选择啊 提供给你的好朋友 对对对 基本上我的女性朋友 遇到感情问题 会打 不能说基本上 百分之六十 都会打电话 来 影儿 出个问题 让高天现场 来解决一下 特别音音电话响了 喂 影儿 高天 啥事 你快给我解决一下 你咋啦 有跟你跟哪个男朋友 吵架了 我没有哪个男朋友 我就只有一个 哪个男朋友 一个 还是上次那个 还没有 还没有成为男朋友 那你说 你怎么办呢 就是 怎么样才能让他 更喜欢我呢 怎么才能留得住他呢 那 那 怎么让他更喜欢你 我觉得你平时 跟我们在一起 那种二的状态 不要让他看到 是吗 那我要装得 温柔一点 女人一点 对 但是我怕你坚持不了多久 对 我就是这样的人 那你说怎么办呢 难道 那我问你 就是说 自然状态难道不是最好的吗 是啊 男生难道不喜欢女生 但有人你不知道吗 现在你是女神 女神是什么样的 没有二的女神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 稍微的 把你那种帅真的性格 稍微隐藏一点 然后女人的温柔表现一点 那你的男朋友一定会爱死你 对不对 所以男人还是真的是喜欢 比较温柔或者是 真的是很女人的那种 对吧 那要看你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人 你过来换他 好吧 天亮了 咱们挂了吧 现在挂了挂了 拜拜 拜拜 好 我发现了这个 其实这个男闺蜜呢 只是个轻松对象 其实好像不太能够 给他一个 解决什么问题 对对对 但是我会觉得可能 我觉得现在这男闺蜜 可能在这个年龄的这个层面上呢 应该是不太受限的 我们换书呢 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女人 书女 来 电话响了 哎呀 苏娜姐 你这个藏土挺贵啊 是在台湾嘛 我告诉你啊 钱不是问题 我现在 我现在很重要的问题 我要问你 怎么办呢 咋了 现在很多人追我 怎么办 你说该怎么办啊 高天 其实苏娜姐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我自己还没想明白呢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 男生在追我 那你是男生呀 所以 我要想知道 男生的心态是什么 比如说现在有 有四个在追我 四个啊 对 有四个在追我 比我还多一个 你觉得 你觉得我这个该怎么处理 因为基本上这四个 我都 我都没看上一个 因为 苏娜姐 我觉得我不认识他们 但是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吧 就是 他们谁送你的礼物更贵重 你就选择谁 你这个 你真的是给我意见吗 这样不是真的显得我很 很贪财吗 你要负责任了 你要负责任了 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 真的如果爱一个女人的话 他一定会舍得给这个女人 花钱 好 这个倒是有点道理 所以说 男人不能小气 对 像请你吃一碗 那种台湾爆冰的 你就不要再理他了 那你呢 你小不小气 我经常就请 我们那个 我喜欢的女孩吃北京大阪 所有人都不理我了 那我知道了 反正就是 男人绝对不能小气 是不是 好 谢谢 好 这不错 是吧 不管钱不是衡量感情的唯一的标准 但是呢 可以看到一点点 对对 下周精彩继续 有问必答 爆出现场趋势 有的时候都拍戏到现场了 鞋穿的不是同样的鞋 他可以各式各样的穗姿 一个脚在下面 一个脚在后面 昔日恩怨逆招了断 第一部戏 他演我弟弟 没想到这部戏 他演我的长辈 他要隔空喊话 小萱啊 楼下的那个摄羊肉 开得还不错 然后天愁我也没发 你看着吧 他要角色逆转 萱萱你今天好碰烂啊 今天好碰烂啊 是吗 而且三天没戏脸了 我没有空跟你讲话了 那那那夫人就不 那个三天 天天不错 还有惊喜 更可见你哦